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蓝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10月29日 NBA常规赛迎来一场焦点对决 太阳坐镇主场迎战忽人 忽人在新赛季开赛至今三胜零负 三场胜利的含金量都很高 首先节目战就拿下了上赛季防守第一的森林郎 随后第二场比赛 在堕落后22分的情况下 完成超级大逆转击败太阳 随后被靠北比赛 又击败苦主国王 主帅类迪克打造的攻防体系 都是以农妹为主 单独给农妹配备了足够的帮手 比如进攻端将老瞻解放出来打无球 里夫斯和拉赛二来主导进攻节奏 詹姆斯扮演后手角色 防守端有海思每场16分钟篮下对抗 文森特 科内克特防守积极性也不错 在这种条件下 农妹新赛季前三场场均红下 34分11篮板3.3柱 攻1.7抢断2.3盖帽 荣英西部州最佳球员 而詹姆斯在40岁的年纪 场均也有23分7.7 蓝板7.3柱攻路杖 特别适合国王一战 詹姆斯莫杰六中六凯下16分珠到逆转 简单来说这知乎人欣欣向荣 而太阳就比较挣扎了 凯赛以来虽然也二胜一负 但加时险上快船 包括惨糟湖人大逆转 打得都不算好 杜兰特能稳定贡献28.7分 6.7蓝板2.7柱攻的数据 但不可场均是9.7分加比尔场均 19.5分都差点意思 随外球队主控泰尔斯琼斯位置尴尬 防守端也需要三具投位支撑 最重要的是 杜兰特场均出战40.5分钟 这个强度 怕是支撑不了太久 两队以来本赛季第二次交手 首发阵容不变 一到五号位正常人定人 战斗开场就直接攻防队位 两队的防守思路大体一致 一到四号位防无球空手 一动都采用无限换防 太阳让弩机防挡摘敦康 胡人则更为激进让浓眉参与无限换防 巴村磊老瞻就近帮小哥换防弩机 拦下肉搏 太阳开场利用转换抓队为弱点 杜兰特丹打拉塞尔中投 布克持球点名里夫斯 主要让杜兰特和布克欺负胡人双后卫 真地战党差把浓眉调离进去后 刚弩机错位打巴村磊 思路没毛病 但弩机这个点四中意 尤其扛开巴村磊后空篮部中 直接送胡人转换 太阳开局从弩机空篮部中开始崩盘 胡人围绕农眉顶级的单防 换防 虎狂能力打出了防守反击高潮 农眉单防先后封盖努基和杜兰特 三线快攻一气呵成 胡人不仅在转换中找农眉 真地战也围绕农眉打挡拆 农眉十一中七高效砍下十六分 老战主战五分六秒零次出手 胡人二十六比八领先太阳十八分 梦幻台急 布登霍尔则果断变阵 只留杜兰特在场 撤下其余四个手发 白普拉姆利加杜兰特加奥尼尔加阿伦加邓恩 杜兰特持球开轮替前接管 杜兰特挥动连刀 持球胆打把村里连中高难度跳投 在意浓眉换防转身后仰硬解 推中换玉上海斯则撤不三分 连纳十分 杜兰特的无解表现迫使胡人对他上夹击 比尔空为三分直接受益 胡人骑视如虹早早领先十八分 杜兰特强试个人表现把分差缩小到个位数 给太阳去了半条命 杜兰特轮完布克轮 拉塞尔和里夫斯都无法弹防布克 胡人只好用巴村垒防布克 布克和阿杜具有相似的投射属性 强投硬解带队打出九到二攻击波 十八分分差被杜兰特和布克接离开 轮缩小至两分 胡人换回浓眉 太阳则对浓眉的持球进攻主动上夹击 坚决不让浓眉持球一打一 放空克里斯蒂的三分抽奖 胡人改打战梅挡拆 老瞻持球 浓眉打无球 二人雷先应对太阳的夹击防守 老瞻半场六中一 拉塞尔四中一 利夫斯七中二 三个外向攻击点手感不好 浓眉持球又遭遇夹击防守 胡人第二阶单节仅得到了十四分 浓眉半场二十分 阿村雷半场十分 全队只有这两人得分上双 浓眉和巴村雷实际撑起了胡人上半场 布克欲战欲勇 第二阶单节砍下十四分 拉塞尔 利夫斯 巴村雷都无法单方布克 一旦胡人上夹击 救了奥尼尔若策三分 这画面和首阶杜兰特吸引夹击 找比尔若策三分如出一辙 太阳杜兰特和布克双强点 都打出了自身的战略效果 太阳杜兰特和布克双强点 彻底逆转了局面 布登霍尔则也在第二阶四分 二十四秒撤下了努击 努击不在场 太阳攻防勾针对克里斯蒂 成功反超胡人 两队下半场展开了拉锯战 太阳阵地战让拉塞尔的防守 人给杜兰特和比尔挂无球掩护 利用胡人换防 创造杜兰特比尔 欺负拉塞尔克里斯蒂的进攻队位 胡人因龙眉持球被包夹 让他主导无球进攻 拉塞尔 里夫斯 八村雷轮番持球与龙眉挡拆 欺负努基普拉姆利敦坑不出 突分转移球三分扫射 拉塞尔 里夫斯 八村雷 文森特第三阶合计标中七季三分 激情对攻 交替领先 关键时刻 龙眉打太阳小阵容轻松2加1拿捏 不登立刻变普拉姆利打5号位的一大四小 胡人该打里夫斯加龙眉挡拆 小李连拿6分 他的持球挡投手感撑起了胡人的进攻段 他要让杜兰特无差别硬解 里夫斯 龙眉 文森特无意幸免 打到胡人夹击为止 团队转移球 奥尼尔突破抛头建立起三分领先优势 不登最后10点一秒才用点球战术 彻底扼杀了胡人赢球的希望 胡人此一插在衔接断进攻不好 第二阶领先7分被追到2分被迫暂停 第四阶领先7分被反超4分 由于对位防守存在弱点不可避免 拉赛尔 里夫斯 文森特防不了不可和杜兰特 胡人想赢太阳就必须打好进攻 老战是戴尔阵容的进攻核心 他是4中3的比赛 胡人基本就走远了 太阳三巨头和坎六18分 新秀邓恩发挥出色 奥尼尔和普拉姆利在场时太阳精神20加 杜兰特加布克加比尔加琼斯加奥尼尔加 邓恩加普 拉姆利构成了球队开季以来表现最好的七日轮换 射手位还有阿伦和莫里斯 标堂位有努基和一个达罗 正恩 奥尼尔 普拉姆利这三个蓝领拼图代表了太阳的防守硬度 数据是太阳与上级最大的不同 太阳的迎球逻辑很清晰 有了防守韧性 进攻交给三巨头 死神依旧是关键球最稳定 最冷血 最值得信赖的核武器 一招杜兰特挡拆点名无差别单挑 连续映线里夫斯 文森特 浓眉 独得8分 死神挥舞镰刀收割 冷血又稳定 杜兰特30分8篮板四主攻四盖帽 出战38分9秒 首截落后18分开轮 最后5分钟决胜 继续轮一头一尾 轮出了这场胜利 不当教练吸取了两对上一战交手式的教训 轻易步缩减了努基的出场时间 上次交手 努基出战18分钟 五中一 在场经负19分 此一 努基出战15分钟 六中一 正负直负20 不当霍尔则宁愿第四截用小 真正让罗伊斯奥尼尔打中风 防农眉也不上努基 普拉牧利的出场时间增加到26分钟 七应努基是太阳完成时8分逆转的关键 农眉首截砍下16分 第二截竟用4分 太阳队农眉上了包夹 老瞻 小李 拉塞尔半场合计17中4 虎人单截仅得14分 太阳得以追平比分 两队重回起跑线 虎人再次启示的关键 试下半场命中了9G3分 太阳用普拉牧利敦坑就防不了 虎人的持球人与浓眉的挡拆侧动 但不等宁愿背设 烂也不轻易给虎人进去得分 太阳的敌气 施伯科和杜兰特的强势应解 拉塞尔 李福斯 巴村雷 文森特都是杜兰特点名军训的对象 而老瞻此一时4中3 仅得11分 在场政府支付17 虎人最终4分输球 热口郭自然要老瞻来呗 尤其是当虎人第一届26比8 领先太阳是8分的时候 四连胜简直近在咫尺 可惜随后的比赛风云突变 太阳的三巨头 今天的状态其实都是不错的 看得出来他们被虎人上一场赢了之后 今天在主场抱着必胜的决心 在能没休息的时间段 詹姆斯带对打的一堂糊涂 这一届詹姆斯4中0一分未得 虎人单节只有14分 詹姆斯半场应该是6中1 下半场回来詹姆斯依旧低名 3节5中1 3节投出了11中2的命中率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看到詹姆斯 3节打完投出11中2这种命中率 最终詹姆斯的状态 可以说是低迷了一整场 诺姆斯最后时刻投进延续比赛悬念3分 才让他的得分看看来到10分 这球之前 很多人一度以为詹姆斯连续1224场得分上 双的记录就要中阶了 詹姆斯肯定是在意这个记录的 诺姆斯还剩5分钟被换 回来詹姆斯就出手了一个3分 打铁了 随后马上一个失误 算上今天这场比赛 詹姆斯单场11分的情况只出现了7次 而詹姆斯上一次单场21.4%命中率的比赛 还是17年前 4天3赛 詹姆斯今天的比赛状态 用被掏空来形容会很准确 在进区内的5次出手全部投丢 被盖了不止一次 起跳高度完全不够 真正符合一个快40岁中年人的弹跳高度 他的进攻欲望也很低 第二这一次24秒之后 雷迪克还对詹姆斯骂了几句 让他出手啊 5个首发 只有詹姆斯的正负值是负的 并且是负17 确实太坑了 不过往好的方面想 詹姆斯都打得如此之烂了 胡人依旧和太阳打到了最后时刻 这也是球队真正战力的一种体现 今天的太阳可丝毫不弱 如果上赛季季后赛拿出这样的表现 肯定不会被森林郎横扫 浓眉249加15 依旧是晴天珠一般的表现 现在胡人的体系 对浓眉太依赖了 真正意义上的攻防核心 尤其是防守端的覆盖面积惊人 有他和梅他的胡人防守是两个级别 赛季尖四场比赛 浓眉场均可以得到32.7分 12篮板3.2 主攻1.5抢 断2.5该帽 偷篮命中率55% 塔图姆今天拿的一般 所以你完全可以说 浓眉是全联盟开赛以来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当然雷迪克也在持续给人惊喜 有兴趣的球迷可以看一看 胡人每一次暂停之后的战术布置 几乎都能起到一些效果 第三节最后的回合 进攻时间还剩一点一秒 雷迪克交了暂停 然后布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底角三分 文森特突士冷戒命中 比赛最后时刻 胡人有绝评的机会 雷迪克换了一个全员冲刺全场的战术 詹姆斯先落位 浓眉拖到最后给詹姆斯挡拆找出机会 如果不是詹姆斯接球亮枪了一下 给了多兰特敌剑犯规的机会 这球真的可以完成三分出手 包括詹姆斯第二发故意不中 也是雷迪克提前就给全队商量好的战术 虽然被太阳抢下了篮板 但雷迪克说如果再来一次 他还是会让詹姆斯故意发不进 这就是主教练的自信心 每次暂停之后的胡人布置 就能看出来雷迪克真的是有东西 雷迪克在输球后表示 如果要挑递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的问题了 我们本不应该在第二节只拿到14分 这是我的错 不难想象 如果是哈姆 大概率会说 我们不得不为太阳脱帽之境 他们打出了一场完美的比赛 这是詹姆斯四天内的第三场比赛 比赛之前身体状态可能还好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越来越差 真正的力不从心 之前詹姆斯说自己相当满82场比赛 以今天的状态来看 该轮休还是得轮休 别硬撑着 毕竟有人赛季还没开打 就说自己要修战备靠背了